欢迎收看今天的美丽新台湾 台湾早期的农业社会 十一住行的生活必需品 都是靠着与人的双手制作出来的 然而随着时代的演变 机器生产渐渐取代了人力 鹿港是台湾最早繁荣的城市 其中的手工扇跟竹边灯笼 曾经为鹿港带了繁荣 如今这些手工艺的师傅们即将退休 许多行业也都面临了日渐消失的危机 为了要看竹边灯笼跟手工扇子 可能都得上博物馆才看得到了 电器不发达的年代 每当夏天一到 人人手上几乎都有一把像这样的扇子 轻轻地挥动扇子 清凉的微风凉快又消暑 随着电器商品的普及 冷气 电风扇的推陈出新 这把扇子也退居幕后 渐渐地被遗忘了 有的一天这三四百区就是 有的整个扇子就对了 现在是农的时代了 那股的整个股现在都印的 那是到楼买的也没人买 翻出尘封许久的工具箱 手工扇产业的没落清除可见 陈朝宗说 当时在鹿岗做手工扇的工厂 有一二十家 现在全台湾做手工扇子 可能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面对现实的市场趋势 他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走一步 算一步 摇起来 你这边旁边 这边再加一个扣就固定 再加一个扣就是刚刚我用三个圈的 再加上一个圈 它就不会跑掉了 那钱 没有没有 那个最后 这两个先把他摘起来 陈朝宗把手工扇发展成装饰的艺术品 期望由这里开创一条商机 没有什么人转工要做人要来订这个 现在做的手工扇子 这种的 这种的 没人没水 没生我 我做鱼的 我做鱼的 已经半年 这种鱼的没有一只 那有人问了 有人问 这一只多少 我说三百 我说这五十块 你还要三百 我说我这种手工了啊 对 我说你不要也没问题啊 不要我就做鱼的 像我那样的 我那样的 做鱼的 我 不便呢 不便去 我的大便小 小便大 所谓 穷则变 变则通 但是 手工耗时的人力成本 反映在商品的卖家上 终究还是敌不过尽口的廉价商品 很多事情理想归理想 却也只能在这里原地踏步 色彩缤纷的灯笼在风中摇曳格外令人注目 台湾的传统习俗里 无论是迎神拜拜或者是庙宇庆典 灯笼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时代的变迁 机器自动化生产的普及 竹编灯笼渐渐的被机器制作的铁丝灯笼所取代 早期的手工灯笼制作可以随着买兽人的要求任意变换尺寸 这是现代机器所不能代替的 张秀芝年轻时驾过来鹿港就开始编织竹灯笼 算算也差不多五十几年了 这些竹片在张秀芝手中转啊转 我们都还没只几桥 一个灯笼就完成了 这灯笼哦 我如果做最大胶的厢 那厢里可以啊 那时候哦 那时候我都晚上睡了两点钟了 那时候我年轻才有发力 一晚上睡了两点钟 晚上拍鱼了 夏季师头一直在做 以前我一天做天工 都做无工 现在小队了啦 现在没有鬼祖了 问他有没有把这项工艺传给下一代 张秀之笑着摇头说 这个工作很辛苦 没人要学了 随着两位老师傅年龄的增长 年轻一代对这些手工的老行业的认识 也逐渐的变淡 除非有人对这个产业有兴趣 才有机会承传下去 否则手工扇子和竹边的灯笼 将慢慢的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 早期农村时代 烘炉一般都是用来煮开水的 当然也少不了装开水的茶壶 因此 烘炉被茶壶就被形容为 甜蜜香衣永不分离的意思 但是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 当初家家必备的小烘炉 现在只剩下嫁取 银神跟小事业等用途 传统烘炉产业已经变成了 只能涂温饱的夕阳工业 台湾有个食俗 新娘取进门 要先错过烘炉 这表示除掉过去的霉运 新娘取得带着喜气 快过新烘炉进家门 也就是俗话说的 新烘炉新提供 不过这小烘炉的制作 可是很费功的 16岁就跟着父亲做烘炉的罗荣才 和37年前嫁给罗荣才的陈春碧 夫妻俩一起固守着这家烘炉制造的老工厂 我是本身我16岁都开始做 不是我们说开始做 但是做不太多的我们老家 算是那种烤炉也没保险 那开始也没保险 那种既然可以说台座所 都还有在乘梅球 木材、茶、火山 所以说我们的消路比较多了 从前农业社会 接触家家必备的小烘炉 现在只剩下传统习俗在使用 祖传三代都在制作烘炉的罗荣才 有感而发 传统手工烘炉的制作 从搅拌泥浆 混入碳灰 用各个尺寸的模子制造粗胚 晒干 泡铁皮 加水泥修饰等繁复的制作 虽然利润为薄 伯材料哪怕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仍然在大太阳下挥汗如雨 专注地完成每一件精心杰作 风炉制作 风炉制作已经是西洋工业了 又受到大陆货的冲击 柔榕材仍坚守品质 维持他们不变的作风 维持他们不变的作风 用不变的作风 我差不多做一次两个过时就帮他 帮他就达他 所以一种品质有败的 真正真正 那用多少钱 一个台湾跟台湾的差有很久的 我是永远来用台湾的东西 俄家风炉面临了后继无人的窘境 小孩都不想再继承副业 很难再传承下去 柔榕材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 守本分 重道德 咬牙金手到现在 仙人智慧所流传下来的行业中 精彩的故事细说不完 守护着祖传风炉老本行的罗家夫妇 眼看着传统产业即将消失 仍然尽心尽力坚持到现在 脸上流露出无悔的执着 欢迎回到美丽星台湾 酱油在中华饮食调理当中 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在讲究效率的工商社会里 制作酱油的时间被缩短 风味也相对变差了许多 不过 今天我们要带您去认识一位酱油达人 他守着祖先留下来的酱油厂 真是用古法量造 为这事不放弃传统酱油的好味道 穿过小巷 门前写着台湾日剧时代电话号码18号的工厂 别以为你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这里是金银三代 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传统酱油工厂 这是你们以前的姓山 是民国二十年 对 超二六年的时候 1931年 从阿公的年代开始经营 保留着日本昭和时期的门牌和形象 老板张世民拿着早期的酱油桶 唯唯诉说以前送酱油的情形 飘香百年的好酱油 必然有它吸引人的地方 除了老实经营 老板今天还大方地公开 做好酱油的秘诀 关键就是这颗又小又圆的黑豆 就是要算煮和豆 不然就冰了 这就是导如香后就是用水 一排排的竹罗 铺着一颗颗被菌丝分解后 毛茸茸的黑豆 豆子在发酵时会产生热能 所以要套上麻布袋来调节温度 室内的温度也要控制在40度左右 发酵过的豆子洗净菌丝 再与粗盐搅拌就可以准备入缸了 看天气的冷暖变化而定 大概需要经过4到6个月的时间才能开钢 老板娘笑着说 从来没有想过这辈子会做酱油 结婚后看到公公老师做酱油的模样 深受感动 当时的他告诉自己 一定要维护好这百年老殿的招牌 我们公公他吃40几年的素食 所以他很生硬 做酱油就是很实在 怎么做他就是要坚持就是 对人体有害的他不放 用手工循古法酿造 以时间换取美味 香醇的味道正是酱油的生命 因为坚持传统制作 纯天然发酵 所以每次生产的酱油数量 几乎不到一百打 和市面上新式酱油 三天的制成就可以出货相比 张世民这条路走得很辛苦 这个东西快失传了 现在年轻人不错了 就是有传承下来才有 如果没有传承下来 这个行业要没有人做了 三代琴一样的心 张世民守着祖先留下来的酱油厂 就是不放弃传统酱油的好味道 能够存在记忆与时间里的东西 才是好东西 眼前这传统的手工酱油 绝对称得上是美味的记忆 台湾气候湿润 适合竹子生长 各类竹类产业也极为丰富 早期竹制用品在台湾相当普遍 竹编制品也是一项民间记忆 但随着社会的转型 这项纯手工竹制手艺 已经濒临失传的命运 现在想要拥有一套 天然精致的竹制家具 已经不容易找到了 要如何延续台湾原有的族制记忆 也成为了极大的考验 这是我们传统的 要改什么做 百行也不错 我们的这家就是这个 十几桌做 十几桌 没人要做 我们买一买来做 什么东西你都给他做 白了 人家买一次看 改了人就要 足以竹凳 舒适凉爽 耐用 很环保 是天然的哦 足以 竹桌 竹躺椅等 竹家具制作 是以切鑿 钻洞 弯烤 笋接 包管 竹钉等技术制成 不时添加 任何人工材料 非常的环保 很符合现代人 体倡 节能 减碳的理念 只是随着工商社会的 自动化制作 和低廉塑胶家具的冲击 已迫使这门传统手艺 面临失传的危机 在屏东市 有一位制作 竹家具 50年代 詹秋和先生 他认为 竹制手艺会有断层 是因为这是一项 辛苦的工作 所以年轻人都不做了 在自动化生产 和廉价竹制家具 进口的市场挤压下 詹秋和为什么没转行 还继续经营着 手工竹桌椅制作 在店里有一位年轻的师父正专注着制作竹桌子 他是詹秋和的儿子 他是詹秋和的儿子 五年前从海军退以后 在父亲的建议下投入这一个行业来 詹秋和的手艺也算后继有人了 如果想更进一步了解竹桌制作过程可要仔细地看哦 首先挑选成熟的竹材 用挖刀刀挖泊一面包管内的竹肉 再用火将它烤热后 弯成凉形 角尾包管两头的接合处 必须用火将它烤软或者撑开 并做组合的修正 用电钻在角尾包管打洞 与竹管接合处定上绝巾固定 再以竹刀修去多余的部分 再以压条固定 一张竹桌并完成 其实竹桌椅制作并不难 成本又便宜 为什么一般年轻人比较没兴趣 就是好工好食被认为不经济 但是做了四五年的干顺集则认为 它还是有经营前景的 据我所知啊 好像可能是我最年轻还在做这个 然后我觉得它的前景还蛮不错的 外界人想象可能是它换没落的行业 可是我觉得它前景还不错 因为做的人很少 其实普遍要用的人还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只要用心去做 应该这个行业还蛮有前景的 这对父子党的竹子家具经营在台湾可说是少数 专顺集也希望将父亲手中学来的手艺承传下去 有功夫在手啊 就是自己做 然后一方面也可以传承它的记忆这样子 然后就做 一做就无用力了 你有可能也会继续再做下去 因为它比较自然的东西啊 所以民众的接受度还不错 一双经历岁月洗礼的手 正传递着一份坚持和延续的精神 当这一张张竹桌椅完成时 也传达竹子工艺的生命延续 无论什么行业都好 只要你有专重就有很多人 就没求要求了 就要有认真好就有气 就有专 竹才朴实正直温润优雅又自然 制成各式各样家室 经济实用又美观 竹子家具业会不会再度亮起来 有赖于年轻一代来恒定它的价值 是否具有开发前景了 虽然每个行业都有起起落落的天命 但是也有人然尽心尽力 坚持祖先留下来的生活智慧的老师傅们 那天之命的守着这份古老的行业 在高崇县有一位50多年打铁经验的 郭长喜师傅 在他的打铁部当中 卖的不只是柴刀 锄头 菜刀等一般的工具 还有古代名刀名剑的仿制品 接下来就我们来看看 打铁师傅郭长喜的故事 一手简单的打铁师 说尽了传统打铁师傅的干苦 在金属工具走向规格化大量生产的时代 传统打铁部的功能被取代 打铁似乎就要成为历史的名词 做什么行业你以前就要对社会 你这些人的地方 我如果没有你来研定踏步的时候 像我们以前就要踏着柴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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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 打铁时间超过半个世纪的郭长喜师傅 不断在技术上精益求精 他不但研究中国历代兵器的铸造方法 也曾为了客户定制的食品机械用刀具 多次远赴日本取精 前前后后发明之久 就为了找出是产品金酒耐用的技术 有时候他遇到瓶颈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 他会自己去找答案 他在做的时候有遇到瓶颈 他就躺不起了 他如果要摆紙就躺不起了 有时候你要扭起来坐在那边 就在想他的事情 想应该怎样去突破 应该怎样怎样 他一想到他会做个笔记下来 最后阿喜师归纳出刀剑用基层花纹钢制作的技术 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所谓基层就是钢铁在高温下经过千锤百炼 保护折叠多层软液材料后 累积成刀剑本体 做较好的检 还是较好的刀 我们就像说一个钉的一个软的 两个就夹着火 然后就是说这个软的 保护这个钉的 没有这个钉的很脆 很脆 就是想那些骨头 我们没有磨到脆把它包掉 你放了一个档米 要沾腿 它的时候就是想切菜 这样 好 好 肯定会刺激的 对 它在起来的时候 这菜刀好好好 好 这样把它削掉 把它削掉 然后我们菜刀就是好好 我没有受伤 每一把刀剑打造完成后 再经过酸洗 本体就会呈现不同花纹 而现在阿喜师傅 已经可以控制花纹的图案 甚至可以在一把刀剑上 呈现不同的图案 像是这把风洗祥剑 在2006年获得第二届 大敦工艺师精工类的第一名 两面共有四种花纹 代表的含义是 风调雨顺 刀铺中的作品 从一把台币几百元的菜刀 到一把七八十万元的宝剑都有 就像是千灵马 等待佛乐的发掘 我们这剑是这样 我们这剑是这样 做起来就是说 人在斑剑 剑在斑人 他有那些基权 他来他才会买一剑 我们只买一剑才买 他的劍現在就十幾萬都有 有一些學生很喜歡他的劍 可是學生沒有錢對不對 沒關係,不然你教他,你先獲得 你如果有錢才給我 另外一種開便利的,然後他有錢 他來這邊,我要買這把劍,多少錢 他就看他一眼,跟他講多少錢 他笑得不好,你回去,你回去 他的劍要賣給欣賞他劍的人 懂得收他劍的人 郭長喜對刀劍的熱愛不只來自於本身技術的成熟 他認為古代兵器代表著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和工藝技術 富有教育價值 他就是喜歡收藏以前的那個兵器 以前我們經濟狀況不是很穩定 他小孩子還小 你錢都拿去買兵器 他一個兵器可以我幾個月的那個伙食會 一開始得不到太太的支持 也不被政府部門認同 結果去問我錢的時候 都去打個票 他就是說 你那個兵器都兵器 兵器 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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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器 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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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器 一開始的時候自己出錢出力 把收藏品拿到各地展出 到後來乾脆在家鄉成立文物館工人參觀 在他的努力之下 現在文物館已經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認可 列為高雄縣地方文化館之一 我現在愛的 現在裡面這些東西就是補 待會我四季 我女兒說 這也沒用 我動作頂鐵也賣賣 對不對 這樣就沒辦法 我們四人都會負責 是不是這樣 你如果管到國家 對不對 我們國家會給他永遠的保存下來 心中的夢想在阿喜是一拳一拳的努力下 漸漸有了雏形 他知道就像把一把刀劍一樣擠不來 只有搭實的做好每一步該做的 堅持到最後才有成為一把明刀不見的可能 看了這麼多即將消失的老行業 讓我們見識到了祖先們的生活智慧跟好手藝 也因為有著這麼一群默默守護著傳統行業的老師傅們 才讓這份古老的智慧結晶不至於失傳 而這也讓我們不禁要思考 在發展科技的同時 如何能夠將老祖宗的智慧延續下去 感謝您收看美麗星台灣 我們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